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喷水气氛非常的热烈 而大城是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的城市 也拥有泰国最受欢迎的大象盈利之一 泰国今年的泼水节是在4月13至15日 人们会在列阳下相互泼水 以庆祝新年到来 泰国人祈求用水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 并在新的一年重新出发 除了泼水之外 泰国人也会在此时和家人团聚 祈求祈福以及祭拜祖先和过世亲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法国中部一个仅有百名人口的小镇 仅半个世纪都没有任何新生儿出生 所以最近一名女婴诞生后 镇公所连怎么办理出生登记都不知道 据说当时有名孕妇 来不及到临近城市的妇产科医院分娩 匆忙地在自家花园产下宝宝 新手父亲第二天一早到镇公所通报 并打算办理出生登记时 镇长和秘书都不知所措 因为这是镇上50年来 第一次有新人口诞生 后来镇公所向附近城市蒙鲁生 询问正确登记程序 这才解决了问题 新宝宝的诞生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希望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镇上的学校很早以前就关闭了 也没有商店 人口持续减少 很多房屋都已遭废弃 所以镇长希望能有更多年轻的夫妇 到镇上定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奉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嘴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